多肉植物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种室内植物 它们不仅美观 而且异于养护 适合忙碌的都市人 在众多的多肉植物中 有一类被称为美人系的多肉植物 它们属于后叶草鼠 原产于墨西哥 叶子圆润肥厚 有不同的颜色和纹理 非常可爱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2023年多肉植物美人系 最受欢迎的七大品种 看看你都收集齐了吗 1.新美人 新美人是后叶草鼠最受欢迎 最广为人知的原始种 浑圆肥厚的叶子 白色和红色对比明显的花朵 让它身价倍增 它颜色多样 有绿 粉红 紫 灰 白 蓝绿 橙等颜色 不仅如此 叶子的形状变化也相当大 你可以凭借你的养工 把它养成不同的美人 新美人喜欢阳光充足 海水良好的环境 夏季要注意遮阴通风 冬季要保持干燥防寒 新美人比较爱开花 并且花相当纯洁漂亮 可以多加些缓释肥料 这样开花后 不至于营养不良 2.东美人 东美人是后叶草鼠中 较为罕见的原始种 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种 它的叶子呈长卵形 有明显的尖端和凹陷的肌部 叶面有淡淡的白霜覆盖 叶背有深色的条纹和斑点 东美人的花朵非常美丽 呈淡粉红色或紫红色 花瓣有波浪状的边缘 东美人喜欢温暖干燥 阳光充足的环境 夏季要避免高温高湿 冬季要保持低温干燥 东美人生长速度较快 可以通过分株或叶叉进行繁殖 3.清新美人 清新美人是后叶草鼠 和拟石莲花鼠的鼠间杂胶种 它的叶子呈瓷形 有叶间叶圆圆弧状 叶片肥厚 表面有微亮白粉 叶色草绿色至墨绿色 阳光充足时 叶片边缘和叶间会发红 像美人的指尖一样 清新美人夏季开花 花朵是红色的稻中型 串状排列非常漂亮 清新美人是比较好养护的品种 也容易叶叉繁殖 它喜欢温暖 干燥和光照充足的环境 耐旱性强 土壤要排水透气良好 胶水要渐干渐湿 避免积水导致烂根或烂心 冬季要保持盆土干燥 温度不低于零下三摄氏度 4.陶美人 陶美人是后叶草鼠中的一个杂交种 是月美人和稻田鸡的后代 它的叶子呈长卵形 叶端圆润 叶面有白色的蜡粉覆盖 叶背有紫色的条纹 它的花朵是淡粉色的 花期在春季 陶美人喜欢充足的阳光和干燥的环境 不耐寒冷和湿润 它可以通过叶叉或分株来繁殖 5.精美人 精美人是后叶草鼠中的一个原始种 原产于墨西哥 它的叶子呈短柱状碗形 底色灰绿 每片叶顶端形如鸟雀繪布般的白尖 它的花朵是红色的 花期在冬季 精美人喜欢充分的光照和通风 不耐长期雨林和积水 它可以通过叶叉或播种来繁殖 6.三日月美人 三日月美人是后叶草鼠中的一个来历不祥的品种 可能是稻田鸡的后代 因为它们的叶形相似11次 也都黏糊糊的 它的叶子呈卵形 叶端有不明显的短肩 叶面少被白色蜡质涂层 有透明感 三日月美人的叶片浅绿色 光照充足出状态时 呈粉红至紫红色 三日月美人的花朵呈稻中型 新红色 在温暖的冬季至春季盛开 三日月美人喜欢光照 春秋生长季节可以全日照 浇水干透浇透 雨季应避雨 否则容易掉叶 甚至滋生黑斑病 夏天的时候通风遮阳 每个月三到四次水 少量在盆边挤水 慢慢度过盛夏 冬天要保持干燥防寒 月美人是后叶草树中最常见 最容易养护的原始种之一 它的叶子呈圆筒形或稻卵形 叶端圆润无间 叶面有白色或灰色的蜡质涂层 给人一种灰白色或银白色的感觉 月美人的花朵呈淡黄色或呈红色 花瓣有波浪状的边缘 月美人喜欢温暖干燥 阳光充足的环境 夏季要注意遮阴通风 冬季要保持干燥防寒 月美人生长速度较快 可以通过分株 荷叶叉进行繁殖 以上就是本文介绍的 七种美人系列的多肉植物 它们都有着饱满而多变的叶片 和精致而迷人的花朵 是多肉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品种 如果你对这些多肉植物感兴趣 不妨试着在家里种植一些 给你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和乐趣吧